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8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纪念中国就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 50周年时发表演讲 他承诺中国将成为开放的世界经济的支柱 并且重申中国对多边国际体系的承诺 他警告说 世界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人们越来越担心不断上升的大国竞争和新冠危机 将进一步削弱联合国和其他全球组织 王毅说 在全球变化和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的综合影响下 人类发展现在面临着多重危机 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 现在比遗忘的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社会 共同应对挑战促进共同发展 但是同时 王毅也含沙摄影地批评美国及其盟友 他称 少数的国家采取欺凌的手段 以多边主义为借口将自己的规则强加于人 他说 任意的单边制裁或者使用武力 只会延长仇恨 使战争永久化 没有人会成为赢家 相反 中国将一如既往地站在和平与正义的一边 另外 王毅还表示 中国政府将履行习近平主席的承诺 今年向全世界提供20亿剂的新冠病毒疫苗 并且捐赠1亿美元 同时 他警告 追踪新冠来源的努力不应该基于有罪推定 或者是政治操纵 并且表示 美国要求对中国进行调查的行动注定要失败 中国的崛起 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机构中不断扩大的影响力 引起了人们对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多边主义形式 将主导世界秩序的担忧 荷兰智库研究所的高级研究院说 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 权力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 对中国有利 但是中国最终是否能够发挥美国曾经有过的影响力 仍然不确定 这种不确定的情况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同时 中美竞争可能会加深 并且逐步限制国际组织的有效性 但是 曾经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 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前美国外交官费尔曼称 对中国正在从内部改造联合国的担忧 就算不是夸大 至少也是不成熟的 他认为 无论中国的野心如何 中国都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联合国最强大的成员国 联合国可以说是美国的主场 但是 美国如果离开球场 那将有利于中国进入联合国填补真空 王毅今天还宣布 中国将向阿富汗捐赠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援助 包括食品和新冠疫苗 同时 北京也表示 在塔利班采取必要步骤任命临时政府之后 北京会继续与喀布尔保持沟通 今天 外交部长王毅在与来自巴基斯坦 伊朗和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同行 会面时宣布了这项捐赠 王毅对他们说 中国将与该地区各国合作 帮助阿富汗重建其经济和社会 并且打击恐怖组织和非法的毒品贸易 塔利班昨天宣布在阿富汗成立临时政府 并且宣布将阿富汗的国号 从共和国改为伊斯兰酋长国 全部都是男性的新内阁 由塔利班高层人士组成 其中一些人在过去20年 曾经因为对外国军队发动袭击而声名狼藉 新政府将由穆罕默德哈桑阿宏德领导 他是塔利班的创始人之一 被联合国列入黑名单 而阿富汗的内政部长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通缉的武装组织哈卡尼的头目 希拉杰丁哈卡尼 哈卡尼是隶属于塔利班的一个派别 曾经多次制造袭击而令人身位 今天当被问及中国对塔利班 这一内阁决定的反应时 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说 这是必要的一步 他说这是恢复国内秩序和迈向战后重建的 一个必要步骤 但是他也呼吁塔利班听取国内和国际的不同意见 王文斌表示 中国愿意与阿富汗新政府保持沟通 他说我们希望临时政府期间的阿富汗新政权 能够听取阿富汗所有民族和派别的意见 并且回应其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希望 美国方面则指出 阿富汗新政府缺乏女性领导人 而且一些被任命担任高级职务的人的记录令人不安 美国将以其行动而非言论来判断塔利班 目前中国驻喀布尔大使馆仍然开放 中国驻该国的最高特使已经会见了塔利班高级官员 在过去的一周里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 与塔利班驻卡塔尔办事处副主任哈纳菲进行了电话交谈 塔利班官员称 中国是阿富汗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并且寄希望于中国的投资和支持来重建阿富汗 但是中国政府尚未正式承认塔利班领导的政权 尽管人们普遍猜测 它可能会填补美国在阿富汗留下的空白 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和观察家们表示 中国政府可能会谨慎地监测事态的发展 不会急于提供官方的认可 上海复旦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张家栋说 塔利班缺乏包容性将对中国对该政权的看法产生负面影响 他表示 新政府的核心职位全部都由塔利班人员担任 没有看到任何前阿富汗政府的官员 或者是其他团体的代表担任主要职务 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都希望看到阿富汗政府具有包容性 能够代表该国的不同派别和民族 而不仅仅是一个塔利班政府 因此张教授认为 中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将采取观望的态度 不急于承认新政府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院前院长杨树说 在塔利班领导人卸任多年后 很难对他们做出准确的评估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国家的名字 伊斯兰酋长国 看出它将是一个拥有极权的国家 而不是一个民主宪政制度 根据彭博新闻社报道 由于中国对科技行业的打压 令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上市时间无法确定 消息人士表示字节跳动正在与华尔街 讨论约4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 而路透社的消息是贷款额为30亿美元 字节跳动计划利用目前的低利率 用这笔资金主要来偿还债务 同时为日常运营补充现金储备 具体的条款和贷款规模仍然在讨论之中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 字节跳动今年已经开始准备其国内的资产的IPO 可能会筹集到几十亿美元 它也一直在与监管机构合作 以确保在上市前符合数据安全要求 但是考虑到监管的动荡 字节跳动一直在谨慎行事 日本的电子巨头东芝公司 已经确认将在9月底前停止其大连工厂的生产 清算过程将在下个月开始 正式结束东芝作为大连重要经济力量的30年 1991年 东芝大连公司被当时的副市长薄熙来 带到辽宁省第二大城市 成为大连一个专注于工业电机和广播发射器的制造基地 此次关闭工厂 全厂约650人将失去工作 东芝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 由于东芝集团业务结构的变化 比如说电视和医疗设备业务 在终止或者转移生产之后 现在已经很难继续运营大连的基地 由于没有计划启动新的生产 因此决定解散和清算东芝大连有限公司 社交媒体出现了工厂员工的评论照片和视频 许多人向他们工作了十多年的公司告别 一位员工说 东芝曾经是大连开发区的明珠 现在正在离开 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非常难过 另外一个员工说 我们已经和公司风雨同舟了18年 这是我青春的一部分 也是我第二个家 离开太令人难过了 东芝表示 他将在政府的指导下 向员工支付足够的经济补偿 南京大学工业经济学教授刘志彪指出 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 正在寻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这些国家将这个过程称为供应链多元化 此外 东芝等公司的电子产品现在面临着来自中国品牌的强大竞争 这也减少了中国市场对外国品牌的需求 同时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 劳动力和土地的实用成本也在增加 所以外国公司需要寻找新的利润来源 一位与日本制造商密切合作的大连商人说 自从去年以来 一些日本制造商逐渐迁往东南亚 其中一个原因是越来越难招聘到工人 尤其是在成本不断飙升的情况下 去年 日本政府发起了一项旨在促进对日投资 以加强供应链的倡议 并且在去年的政府预算中 为这项工作拨出了20亿美元 根据该计划 获得批准的公司将获得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持 以帮助他们搬迁到东南亚 或者是在日本国内建立新的工厂 目的是为日本生产更多 至关重要的产品和材料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数据 去年有233个企业获得了此类的补贴 今年7月又有151个项目被批准 中国发改委外国投资主任刘晓南说 他预计今年下半年会有不利因素 可能会阻止跨国公司的投资 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冠疫情 但是预计全年在中国利用的外资金额 将比预期的要好 今年1月至7月 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猛增25.5% 达到了6722亿元 比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更好 与此同时 日本的贸易振兴机构 3月份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中国经营的日本公司的商业信心 在2020年有所恶化 但是他也表示超过60%的日本公司 在中国仍然保持盈利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